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欢迎回来收看Official CK今天的这部影片 我们是要报道一些有关系到Jeff和Intira的事情 好的 各位观众们相信你们都知道我的名字叫Buklau 也就是这个洛森都的记者 那么今天呢我邀请了这一位是Michael先生 然后呢今天呢他会为我们成为第一位报导的人 你看自己本身应该在说话了吧我相信 好了我们现在就去问问一下 他到底对这个Jeff和Intira在网络上受到别人的诈骗集团的 这个危害的这件事件有什么看法呢 我对这件事情其实也没有什么看法啦 我对这件事情其实也没有什么看法啦 我真的收到了严重性的生命恐吓 但别忘了哦 他们是我们最仰慕的YouTuber 如果他们有什么事情Fuck 搞到他们的人也会很严重的哦 OK 我觉得这件事情警方应该要会很严厉的去调查 这件事情的确是引起了各界媒体的关注 我看来这件事情洛森都的市民呢 也应该会有一些意见想要提出来的 不如这样吧我们就去访问整个洛森都里面的一些市民 看一下他们对这件事情有些什么看法好不好 来 我们现在就过去看看吧 呼啊 Jeff和Intira 不是每天很喜欢Clipet的咩 这次会不会也是Clipet咯 哈哈每天都是要看他们的影片 只是我觉得哦 看完了都看不到他没有图里面的东西耶 也就是关于到那一点点的内容而已啊 我很肯定哦 这是Clipet来的 呵呵 哦不是不是不是 是大Clipet 我那天在卖保险的时候看到他在和Jeff接吻 我就跑过去和他们认识认识这样咯 我觉得Intira她个人很好啊 她不会拿这些事情来看玩笑的 我相信这次是真的威胁到他们的生命了 我真的很想拍一部影片来帮他们宣传 然后让警方重视这件事 可是 我的男友不让我这样做 因为他怕我喜欢上Intira后 就 Jeff和Intira这次真的很惨了 我相信这件事肯定和他身边的朋友有关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有很有可能和他曾经认识过的朋友 因为妒忌他们在Youtube里面的成绩和财富 才决定对他们做出这些不利的事情 我告诉你哦 我真的很不希望看不到他们的影片哦 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来沙滩吗 因为我要为他们祈福 希望警方早日找到干案的人啊 唉 Jeff和Intira都没有来找我 哇 在这里认识的人很多啦 谁敢惹我 我告诉你 他们今天会遇上这种事情 都是因为他们这些骗子 专门找有钱的人为目标嘛 他们的影片啊 都是哦 显示出他们很有钱 为什么不对他们下手呢 如果他早点通知我的话 我肯定会派我的小Gaki 过去那边保护他们的 保护费最多也不是给一个十万罢了嘛 哎呀消钱啦 唉我也是不明白 为什么Tomato也中招 会不会是因为Tomato一直跟着Jeff和Intira 所以才会惹火上升呢 唉老实说 我不是很清楚Jeff和Intira他们是谁 我只是喜欢Tomato和阿亚好人他们而已 因为发生这种事情 我 我现在很怕等下中招人 会是阿亚他人咧 等下好人他们也中怎么办 噢不行哦 我还要打电话通知他们先 喂这种练魔 我不方便 叔 你明天再来吧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假的 他们只是想把事情弄得好像真的一样 然后引起各媒体的注意而已啊 他们就是好像新闻宣传人这样哦 毕竟很多人都关注他们每一天的新闻 所以我相信如果他们一这样做的话 肯定那些真正在做诈骗集团的人也会怕而收手吧 我的看法是这样啦 哇 又是你哦 我告诉你啦 我知道的东西只有水泥沙加水泥等于水泥酱啊 不要来烦我了啦 那为严重的事为什么不要和Officer CK说呢 他可是洛杉都里面最出色的警官咧 放火烧人家家的这种事情 真的太离谱了咯 必须要使用最严厉的法力 来对付这种人啊 哎哟快点去通知警察啦 Officer CK现在有在的快点去 警察局不了 啊 啊 抱歉啦 OK 呃 我们不能让你做新闻采访 呃 因为啊 疫情 现在呢 新增病例一天比一天的高 而且 Officer CK现在也很忙 无法接受采访 OK 抱歉啦 请回吧 请回吧 啊 不会啦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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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是我做的 Jeff和Intira是我重视的YouTuber咧 我哪里可能会丢他们的车 弄他们的家 哼 这是我的坏人家咧 我仇恨的人来的 噢 这 哈 丢错人的家 不是Jeff和Intira 还有谁咯 跑了 跑了 没想到这件事也引起了洛杉都市民的关注 哦 希望警察能早日把这件事情给了解 然后呢 把诈骗集团的人给神之于法 我是Buglau 洛杉都的记者 谢谢你们的收看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